另外接下来在南北韩方面 南北韩双方同意在下个月为那些离散家庭安排新一轮的团聚 这是双方将近两年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 南北韩双方在北韩度假圣地金刚山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 在星期五达成了协议 双方表示同意为总共200个家庭安排为期六天的临时团聚 家庭团聚活动将于9月26号开始 正值中秋节的前夕 这在韩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之一 这次搭成的协议是双边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 一年多以来南北韩之间一直充满敌意 上一次的离散家庭的团聚是在2007年10月进行的 朝鲜战争造成朝鲜半岛几百万家庭人数十年天各一方 1953年的停战协定结束了朝鲜战争 但是各方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 南北韩普通民众之间目前没有电话 邮件或者是电子邮件的往来